小朋友高中的舞蹈表演 好現場是流血滾滾 仍然在煩惱的氣氛之下 無法教長遊修長 以及一集長長洋洪邦 是眾愛車的內地 三號報名參加的六六三對家庭 希望高雷爸爸媽媽 能夠背負你們做的活動 如果能夠透過爸爸媽媽 這樣的母語 這樣的生教 結合我們图書館 這些長書的教育 這樣的一些智能功能 我想在這樣的一個學年前的 推廣閱讀的教育 一定能夠擴充我們的權限 為小學保養外套的習慣 對你們來說是相當重要 尤其親自共同外套 不能夠優勤持續關係 還能夠提高你們的學習能力 所以現場不少家庭 都分分表示幾次 很開心小朋友可以 從小就有閱讀的習慣 充斥太多3C的產品了 我覺得應該在讓他們 喜歡上3C產品之前 應該要先喜歡上閱讀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 我覺得非常的正面 非常的具有意義 自從民國到8年開始 管政府配合到有保 推廣外套的風氣 一直以來都有很好的信號 而且從1802年開始 竟然推廣的年齡展靠待 就希望讓你們 為設計當中可以立即看到這個 在我們圖書館這樣一個規劃下 我們竟館人數越來越多 那同樣的我們的小朋友 我也發現到有很多小朋友 也越來越喜歡我們這個圖書館的環境 這是應該是在我們地方推展觀光 文化應該扎根 應該是獲得比較有價值核心的 這樣一個作為 等一下來看看哪一個小朋友的動作 做得最精準 在這裡竟想切本的活動以外 一集在說收買牙齊老師 來有小朋友講過書 看大家認真到這裡的模樣就知道了 其實小朋友很希望家長可以背後做個外套 比獎豬主 藏寶都